生活在群在这个社会上 你说不完全关注这个东西 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我知道大家居然叫我226 对吧 没错吧 当然知道 还有一些其他 特别像我们这个也是80后吧 话来也算一般 这是在中共南篮战胜的中共台北队 拿到了赛会的铜牌之后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姚明跟记者互动时候开了一个玩笑 姚明说 他也经常关注网上的新闻 他表示说作为现代人 现代一个信息社会 怎么能不去关注外界的这些声音呢 比如他就注意到 有不少网友用226来形容他 来代指他 说到这儿姚明笑了 然后现场的这些记者们也都笑了 让现场的紧张的氛围直接松了不少 姚明自己也说 按照赛会的惯例 是没有说让领队出来接受采访的 但是考虑到上一场比赛 结束之后有个发布会 一度被取消 然后又重新回来开 出现误会的这么一个状况 再加上从世界杯到 这一次的亚运会 大家都是期待着 有人能够对中国篮球的现状 做一个总结 对未来做一些展望 对接下来发展去 有一些看法 那么毫无疑问 就整个中国篮球而言 大家都希望能够听到 作为掌斗手的姚明的声音 那么姚明这个时候 当仁不让的站了出来 毫无疑问 这就是一种担当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刚刚那一幕 那是在上一届的 2019年的世界杯赛上 当时中国队在家门口 输球输掉了 当时世界杯赛 至关重要的比赛 导致最终要打奥运落险赛 因此无缘 东京奥运会 这也是最近5届奥运会来 中国队第一次 没有能够打进到奥运会的决赛圈 当时央视记者现场采访姚明的时候 姚明就明确地给出了这一句承诺 说如果谁要背负责任 那么肯定是由我来担当这个责任 要跟大家指出的是 担当责任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容易 但是谁能够顶着巨大的压力 甚至背负骂名 接下来继续地去做这些机体工作 这个往往要比一走了之 难上加难的太多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吧 从你看球以来 大家想一想 你们看得过哪一位 咱们中国足球的掌握手 在出现那么严重的这些危机之后 站出来对中国男篮 中国男足无缘世界杯 无缘奥运会 给出过一句公开的道歉 给出过一些明确的说法等等 你见过哪个有吗 反而是出现在他们的身上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越来越多 包括最近这一届的 这个中国足鞋的人 先言完语啊 还是划成了一句话 以姚明今时今日的 这个身份和地位 他原本没有必要去 这趟浑水 但是呢 他愿意在这样一个 处于中国篮球的困难时期 敢于背负这么大的责任 去做这些事情 他理应应得所有人的支持 我认识了一句话